草缴关卡过路费的刑罚加重一年来 政府的收入损失减少超过一半 而明年下半年起 开车人士必须要缴清所有的过路费和关卡收费之后 通关闸门才会开启 来看记者物量讲的报道 目前在物兰河大市关卡的汽车通关柜台 开车人士只要通过安检和护照检查 闸门就会打开让他们通关 从2018年下半年起 陆路交通管理局的过路费收费系统 交通移密关卡局的安检系统结合 开车人士通过安检时 必须先缴清所有过路费和关卡收费 才能通关 很不错的建议 是因为如果真的是人家要做这种东西的话 起码这个可以防止他们逃走 店也很不错的 因为可以有他们的记录 没有赚这个 每个人这样 没有付钱就进来 不合法这样 你要进来新加坡你一定要付 不喜欢好像停止在那里付钱还是什么 如果有个GPS可以立即的 立即的跟他们讨费吧 除了闸门 陆路交通管理局也正在研究通过电眼 传感器和数据分析来加大执法力度 为防开车人士偷吃关卡过路费 自去年8月罚款已增加到50元 重犯罚100元 每脚罚金者可被控上法庭 面对罚款最高1,000元或监禁最长3个月 陆路交通管理局答复本台询问师指出 加重刑罚和加强取缔之后 逃脚关卡过路费的威力案例减少 估计收入损失从原本的8%下降到3% 据了解稍收的8%过路费和关卡费 约相等于1,200万元 新传媒新闻记者吴良小报道